今年的机械革命真的是鸡海战术 各式各样的新品层出不穷 连同一套配置都能做出好几个不一样的机型 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一台钥匙16 Pro i7-14650HX加上4060 卖7999元 定价比其他机械革命的游戏本高一些 感觉不太符合大家对于机械革命极致性价比的想象 那么这台钥匙16 Pro贵在哪里?值不值得买呢? 看完这期视频 下期您能找到安 还是先来看一下配置 处理器是Intel 14代i7-1460HX 拥有8个P核加上8个E核 一共16核心 24线程 补显是最高140W的RTX4060 内存采用双通道32GB DDR5 5600MHz 硬盘容量1TB 屏幕是16英寸2560×1600分辨率 100%sRGB色域的IPS屏 刷新率240Hz 价格方面 我这个配置的参考售价是7999元 另外它还有一个i9-14900HX的版本 8999元 不难看出 它的定价比机械革命那些热门机型略高 算得上是机械革命家族里定位中高端的游戏本了 当然 如果和一线品牌相比 那它还是常规的价格 在外观部分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钥匙家族的新设计语言 和前面侧过的钥匙16 Super比较像 机身采用的是三面全金属 A面右侧是机甲线条纹理和新logo 与钥匙15 Super不同的地方在于 16的logo支持RGB灯效 而且机身的金属质感也更高级一些 来到C面 开机键位于右上角 键盘支持单区RGB背光 键帽还做了微弧面的人体工学设计 全尺寸方向键和小键盘也都没有缺席 至于打字体验 一般般吧 键帽稳定性还有提升空间 触控板手感属于中规中矩的水平 屏幕采用16比10的比例 边框比较窄 上方摄像头有防窥拨片 它的转轴手感和稳定性都还可以 支持单手180度开合 机身前端瘦窄比较明显 约20.9mm 尾部最后处则是26.5mm 属于今年游戏版的常规体型 接口部分 右侧是两个5G速度的USB-A口 后侧是雷电4 HDMI 2.1和千兆网口 左侧是5G的USB-A 仅支持数据的USB-C和3.5mm耳麦接口 接口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所有A口都是5G速率 而且第二个C口不是全功能 感觉还是有点遗憾 重量方面 单机身2.23kg 适配器则是采用了240W的碳化硅小方块 体积比传统的电源小 整体旅行重量控制在了3公斤以内 和主流游戏本差不多 实际上手之后 能感觉出这台电脑的整体质感还是比较在线的 相比极光Pro那种入门级的模具 做工明显提高了不少 算是机械革命高端化的尝试 我觉得对得起这个价格 接下来进入实测环节 首先是屏幕 面板来自京东方 实测色域容积101.7%sRGB 色域覆盖92.5.3%sRGB 色准方面 它自带校色文件 平均DeltaE1.2 最大2.42 表现良好 屏幕色温6700K 最大亮度604nit 即使大晴天不拉窗帘也能看得清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7.6ms 灰接4.9ms 很快 不过灰接上升有12.5%的过充 敏感的话会察觉到一点点鬼影的现象 如果能增加一个屏幕OD的开关就好了 总的来说 要是16Pro的屏幕素质不错 色域色准够用 亮度很出彩 用来玩肉系很合适 下面进入性能测试 CPU方面它采用的是Intel第14代 i7-14650HX 相比上一代的i7-13650HX提升的方面还是挺多的 批核数量从6个增加到了8个 频率也提高了0.3GHz 同时L2缓存容量增加到和i9看齐 此外 支持的内存频率也从4800提升到了5600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 实测跑分方面 R23单线程 这台电脑可以跑到2011分 相比i7-13650HX提升约6.3% 同时由于频率提高 HX处理器在单核性能上也会比Ultra系列更强一些 更适合性能取向的游戏本 那多核性能方面 跑一遍R23循环 第一轮能够达到25588分 后续会稍微下降 维持在24700分的水平上 跑分时 首轮CPU功耗可以在165W维持较长时间 往后的轮次则是先达到165W左右 逐渐回落到145W 温度则是在93-97度之间 这个性能释放水平在同体型的游戏本里已经很强了 功耗比去年的Y9000P还要高 足够发挥出i7-1460HX的大部分性能 此外 这台电脑也是调整了AZ-Lowline值的 从默认的1.7MhO降到了1.0Mhz 相当于官方降压超频 在同功耗下性能会比默认高一些 读线方面 它搭载了最高140W的RTX4060 同样是官方超频版 核心加105Mhz 显存加125Mhz 这个超频幅度也是有点猛啊 尤其是显存 要知道其他游戏本一般只是象征性的超50Mhz 实测 30Mark Time Spy 11378分 FSE 13848分 Superposition 教室 6458分 分数相比默频高了不少 FSE甚至高了7% 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 它没有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机格感这么潮 可能是对于这台电脑的素质相当自信啊 游戏方面 大型单机部分 原生2.5K分辨率下 除了战锤3和2077这两个经典的显卡杀手外 其他游戏都能跑到一个相对比较流畅的水平 我们把之前同样配置的钥匙15Pro的成绩也放上来 可以看到两个同门师兄弟互有胜负 钥匙16Pro领先的游戏更多一些 而到了1080P分辨率 两者的游戏帧数都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对于一些压力比较小的单机来说 4060跑1080P分辨率甚至有些性能过剩啊 高帧率的网游这边 钥匙16Pro整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分数比钥匙15Pro都要略高 分析log可以发现 钥匙16Pro在跑这些游戏时 频率会比钥匙15Pro要稳定很多 基本能够维持在4.7GHz 这可能是和钥匙16Pro更低的CPU温度有关啊 更大的机身和更强的散热还是有用的 生产力软件方面Adobe的Project的脚本 实测PS4可以跑到1428分 PR9298分 看来这台电脑的调校非常到位 PS4的分数竟然比i914900HX加上4070的机型还高啊 用来做影视剪辑之类的工作也是没问题的 另外 我们这次还加入了Crossmark的测试 它可以更全面地反映笔记本在办公和内容创作软件中的表现 实测 生产率 创造性和反应能力的分数 都能超过2000 运行速度比13代HX或者今年的轻薄本都要更快一些 简单总结一下性能方面的表现 i7 1460HX加4060算是今年主流价位游戏本力很均衡的一个配置 i7相比去年的升级比较明显 这个组合对于大部分3A游戏和生产力软件来说都是足够用的 在此基础上 这台电脑还调整了AC lowline和显卡预超频 再配合上不错的性能释放 整体的性能表现在同类游戏本中可以说是出色的水平 性能测的差不多了 下面进入笔白的传统环节 拆机 这台电脑拆解不难 切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内部看起来还是经典的机械革命风格 电池是60Wh的 比同样配置的钥匙15 Pro小了20Wh 机身更大 反而电池更小了 估计是在成本上做了妥协 PCMark10现在办公需要成绩是5小时4分钟 这种游戏本来一般还是要插着电用 硬盘位于左侧 自带一块很大的散热片 原装的硬盘是长江存储PC411 环内可以跑到接近PCIe 4.0X4的满速 妥妥的高端固态 同时它还预留了一个硬盘位 可以自行加装 南桥同样有散热片覆盖 内存为两根美光的16GB DDR5 5600MHz 跑分看图 无线网卡是Intel的AX211 支持WiFi 6E 实测速度和稳定性大家可以参考 最后是散热 它采用了双风扇7热管4出风口的散热模组 今年好像都流行内吹散热 不过机械革命采用的还是偏传统的设计 至于它的实际效果如何 我们直接看烤机结果 室温25度单烤FPU CPU功耗维持在131W 温度95度 P核4.1GHz E核3.5GHz 单烤显卡 RTX4060功耗140W 温度79.3度 频率2385MHz 双烤CPU功耗70W 87度 显卡功耗140W 84.8度 双烤的总功耗达到210W 核心的散热能力不错 如果开启一键强冷的话 CPU和显卡的温度还能再下降4-5度 功耗则没有变化 考虑到它原装的是240W的适配器 我们还专门留意了一下电池耗电量 烤机的时候没有出现掉电的现象 大家可以放心了 不过这么高的功耗也是有代价的 它的键盘高温面积很大 而且最高温度达到48.8度 完全是烫手的水平了 噪音方面 它的满载人位分贝值是55.1分贝 强冷模式下则是57.1分贝 属于今年的平均水平 总的来说 要是16Pro的核心性能释放相当不错 无论是和机械革命自己 还是和其他品牌同类竞品相比 都可以算是第一梯队的水平 主要问题还是表面温度实在是有些高啊 如果长时间玩搭计游戏的话 还是要外接键盘好一些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油缺点供大家参考 本来我对这台电脑的预期 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钥匙15Pro 毕竟那台电脑卖的不错 出一个Plus版本也合理 但是实际测试之后 我发现和我估计有不小的偏差 如果说钥匙15Pro算是一台轻薄游戏本的话 那么钥匙16Pro应该定位成大屏高性能游戏本 这台电脑的性能释放真的很强 并不是钥匙15Pro简简单单拉个皮就能做到的 而且它的机身做工质感也好于机格以往的大多数机器 感觉这次机械革命不仅仅局限于性价比了 它更想把这台电脑做成一个各方面都达到良好 乃至优秀水平的全面水桶机 把钥匙16Pro做成一个冲高端的机器 如果你是一个对便携和键盘温度不那么敏感 同时还需要高性能游戏本的用户 那么我觉得这台电脑在同价位里确实值得考虑 可以看出机械革命一直在不断试着突破原有的上限 希望它能再接再厉 给大家带来更多喜闻乐见的电脑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放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的后一期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买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至于挖屏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